中国明代四大奇书之一的金平梅 由于内容涉及男女情欲而备受争议 过去许多人担心她的流传可能有碍社会善良风俗 所以历来一直被列为禁书 然而江西省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陈东友 日前在一场演讲会上推崇金平梅 是一本值得中国人细读的小说 他还说书中淫乱的角色西门庆是一位成功商人 有评论指出中共体制下的官场腐败早已见怪不怪 各级官员收养情妇成为常态 目前的官场从上到下几乎无关不瘫 无关不淫 腐败的现象连中共宣传部官员都公开推崇金平梅的西门庆 网友说中国共产党成了西门庆的粉丝团了 据大陆媒体报道 江西省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陈东友在演讲中认为 金平梅是一本值得当代中国人仔细全面阅读的传统小说 作为对小说金平梅有着深厚研究的学者 陈东友认为西门庆不仅是一个风流花心的男子 他还是一个成功的商人 因为短短的七年中 他凭借自己的经商之道和各类女人的自愿尽限 资产翻了十四五倍 达到了十万两文银之多 还认了有权的宦官为干爹 实际上它是一种反传统反道德这么一部小说 其实在过去的话 这个金平梅也是被列为对社会 尤其是年轻人 没有什么好处的这么一种书 所以说它这种理论我觉得非常的荒谬 让这个人几乎没有一点道德伦理的概念 所以这么推崇金平梅还是很少见的 北京县德学者陈永苗表示 这个理论是想通过金平梅来对中国极其败坏的权贵资本主义 进行正当性的论证 今天中国的这个权贵资本主义 它比较接近于这个部党所推崇的 因为中的这个金平梅是 一有权力又有美女又有金钱 以色相为俱全的方式来把握 然后想推荐给中国的老百姓 有人认为金平梅的书名有更深一层的含义 也就是金代表金钱 平代表酒 梅代表女色 而西门庆这个角色被塑造为风流花心 荒淫无度 他从商人做到大官 但却纵欲过度而死 仅仅33年就做完一生 金平梅全书通过西门庆这位爆发户 发迹 堕落和灭亡的过程 表现人物沉溺在名利情欲中打转的下场 而在中国贪官不计其数 高级贪官也是数不胜数 然而每一个贪官的落马 后面都附带牵扯出包二奶的桃色新闻 所以说从这一方面可以看中了 中共这些官员实际上是 道德伦理水平是非常的低 而且道德败坏 所以说出现很多 几乎95%以上的中纳末 都有二奶都搞女人 赵远明认为 人心不古 道德败坏 在中国是一个越来越突出的现象 如果这种腐败淫乱的理论 可以放在台面上宣传 甚至推崇的话 一旦形成了一种社会风气 那后果将不堪设想 他这种行为对于社会 对于家庭 对于国家来讲 有百害而无一力 因为他关键是反传统 传统就是一夫一妻制 这个是社会的论理道德 也是稳定社会的一个最基本的条件 网友李连顺7591说 金平梅就是当今中国社会的一个翻版 它是以明朝为背景的社会真实写照 西门庆就是官商勾结 买官卖官 从黑恶势力发展壮大的 既是商人 又兼公检法 齐且成群 黑白两道的人物 也有网友表示 这不是变相的说 我党是西门庆的粉丝团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朝 550 к標準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我们下《存管的述论》 Aye 订阅 转发 sinceнако